念到成大硕士却跑去卖烧烤 台南这家烧烤店老板蔡玉玲的故事 让人好奇 为什么拥有高学历的她 不顾亲友的反对 坚持圆自己的烧烤梦 招牌炭烤红旬 选用六两种的肥美螃蟹 蟹黄饱满 蟹肉鲜甜多汁 另外创意的明太子秋刀鱼 鱼肚包入满满的明太子 吃来鲜香浓郁 口味好 每到夜晚小店宛如生夜食堂 人愁络络绎不绝 烧好店吃得到红旬龙虾的 就只有台南才有 因为我们一般以为 寿司生都是读书而已 但是他对美食非常抢救 他把食材变化 创造出什么红旬炭烤 对啊 然后明太子秋刀鱼 还有猪油拌饭加鸡蛋 我都把创意都发挥出来 你们的隐藏版了 给你们拍 拍一个 拍一个 拍红旬 这个很新鲜 这都是金钻凤梨 顶着成功大学硕士光环的 烧烤店老板蔡玉玲 手烤的好滋味 有鲜香的炭烤红旬 蟹黄猪油拌饭 会抱卵的炭烤明太子秋刀鱼 和凤虾拌饭 每一种鲜味都让韬客 引在回味 它的红旬 里面的蟹膏饱满 然后它的蟹肉很扎实 对啊 我们吃下去 你就会觉得真的 哇 人生很满足 夫妇何求 今天都已经足够了 令人满意的炭烤红旬 每一只都蟹黄浓密 鲜味百分百 鲜美的背后 是蔡玉玲对料理的执着 每天一早就到台南水仙宫 附近的水产中心 挑选新鲜的海鲜 我们大概都选五两半到六两 这左右 为什么 因为其实你大只 你不一定就是蟹黄会特别肥后 我们大概都选这个size 为什么 因为这个size 我们吃过它的蟹黄 烤起来是最香最好吃的 它整个糕在里面其实都非常棒 从事炭烤十多年 蔡玉玲成大资管硕士毕业 那时他放弃教职工作 走入厨房 起初还受到他人的闲言闲语 所以蛮多人会觉得很奇怪 就是阿隆就念到国立了 而且又念到是国立硕士 他怎么不好好的 就是念完博士 然后之后再去深造 或是再去当教授 反而又在做稍微 我们同学就很纳闷 可是我觉得人生里 你总要有自己的理想去实现 其实我觉得做烧烤或做餐饮 去做什么都可以 最主要是可以让自己开心 于是他把求学精神 拿来研究烧烤 像是炭烤鸿巡 要烤得鲜香熟透 就要下功夫 其实一开始烤螃蟹 也是吃心骨头 因为螃蟹不容易烤 而且它的甲子它蛮厚的 那么那个时候 林林总统丢掉了好几百只 你说应该花了 那十来万的那个学备都有这样子 因为火太大的话 它容易去烧焦 然后里面不熟或是太老这样子 所以我们大概要烤 二十五分钟到三十分钟左右这样子 烹香味浓的炭烤鸿巡 一上桌满满蟹黄鲜味 冲上鼻门 十分刺激食欲 每一只肉厚饱满蟹黄满意 也让客人吃得相当满意 它的蟹膏跟蟹黄 是最饱满最顶级的 而且口感很扎实 闻起来那个香气真的是很 让来聚餐的人就是很有满足感 就会想去尝鲜 蟹肉它也是很饱 但是它蟹膏跟它的蟹黄的部分 真的是在它那里 可能是我吃过很顶级的 喜欢香浓蟹黄的朋友 还能点这一碗 铺满蟹黄和鸡蛋的蟹黄猪油拌饭 满满的蟹黄满足食客尝鲜的欲望 我那一碗里面有三个蛋黄 然后就我都会把它拌在一起 然后吃起来就会有蛋黄的香味 跟足有的香味 我就觉得很下饭 香浓的炭烤美味 让人吃得胃浓尽兴 一到夜晚烧烤店犹如深夜食堂 聚集想尝鲜的时刻 但可别看现在这幅热闹景象 过去也曾面临鲜业危机 幻想都是很美好的 就开开心心的跟几个朋友 然后集资了几百万 然后去开了一间烧烤店 因为我们也没有基础 也没有名声 所以每天也都是一直在赔 大概每个月都要赔十来万 最多还可以赔到二十几万 这样一直赔 赔了七八年 所以总共累积加起来的金额 大概都近千万这样 因为先前卖的是传统炭烤 菜色传统不够吸引人 为了让负债赶紧止血 他抛开旧思维 大胆加入创意 把料理做得味美吸睛 一般人很喜欢吃秋刀鱼 因为秋刀鱼它的油脂够 而且它有Omega 3 在进盘明太子之后 然后把刺去掉 然后切成一块一块 所以大家吃就很方便 对啊 然后这样子其实同时可以保持 鱼肉的那个鲜甜度 飘香的明太子秋刀鱼 是蔡玉玲东山再起的滋味 它毫不手软 在鱼度塞满厚度超过一公分的 鲜红明太子 一咬下鱼卵嗶嗶嗶嗶 在嘴里爆裂 独特口感让人爱不适口 它的秋刀鱼又是最新鲜的 然后又搭配明太子 明太子这样子融合起来 明太子的卵在嘴里爆开来 又搭配秋刀鱼的香味 哇这个味道 真的要自己来体验 炭烤鲜鱼满足了时刻渴望 为了颠覆传统味道 蔡玉玲脑力大激荡 结合台南观庙金针凤梨 做出匠心独具的风味 最近就是果农的 那个凤梨都自销 然后我们就在想说 我们可不可以做出一个 相关的料理 然后一起来帮助这些果农 所以想说它开发一个 凤梨虾球的猪油拌拌 观庙的金针凤梨 它的口感非常紮实 然后它的甜度又够 它拌饭的味道就非常香 香气十足 然后甜味搭配金针凤梨的话 口感吃起来真的是十足 十足美味 内人寻味的鲜美烧烤 道道都引起烧动 是蔡玉玲从食材到炭烤 对细节的坚持不懈 坚持是我们都会使用那种 当天的火体 它卖完为止 因为我觉得新鲜的东西 你拿去做上 它本身的滋味跟鲜甜度都会在 你就不用额外再去做 烟漬的工作 对 而且这样对人体也比较不够有负担 凡是为客人着想 才能在评价烧烤摊中 赢得好评价 虽然负债还没有完全清偿 但他不后悔自己的人生抉择 其实我们念书念那么高 也不一定要在课堂里面去教书 或者是去当老师之类的 我觉得可以选择 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去努力过 而且看到客人吃到 美味的烧烤的时候 那种笑容 我觉得所有东西都一切都满心的 对啊 因为看到客人开心 我们心情也是非常愉悦 蔡玉玲放下名校光芒 不走眼前铺好的 人生胜利组道路 她甘愿在社会大学 天天接受大考验 虽然现阶段人生不够完美 但凭着好手艺 未来肯定精彩可奇 欢迎回到非凡大探索 重庆料理以辣闻名 是不少是辣老头的最爱 新北新装这间面馆 招牌的重庆冒菜锅 红通通的汤底 全被肉片 鸭血和豆干丝等食材团团盖住 不少人会点碗白饭 搭配稀薄麻辣汤汁的肉片 一起入口 嗆辣滋味 让人意犹未尽 另外手工酸辣油泼面 也很受欢迎 Q弹面条紧紧吸附着麻辣酱料 厚实又有嚼劲 吃来辣净十足 老板代客也很大方 想吃面的人还可以续家 河南酥肉砂锅 重庆茂菜锅 陕西油泼面 云桂川的米粉 它这四样东西 其实它代表了四个成分 不同的饮食文化和传统 拥有各自江湖地位的美味料理 统统集结在新装建安街上 这间小小面馆里 每到用餐时段 总是人潮满档 如果节目时间有时候 有等过快要半个小时左右 对 它真的有蛮多的这样子 尽管店面位置不显眼 但在附近居民眼中 独特的口味就是招牌 我是东北哈尔滨的 所以说感觉来他这里吃的话 感觉就像回到我们的家乡一样 有家乡的味道